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谈到最夯的团购名点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是 彩色的乳酪蛋糕 事实上网友形容 光看就会让你想要微笑 这乳酪蛋糕不加任何水跟面粉 底部铺上法国手工饼干 直径不到四公分 看起来小巧玲珑 吃起来香浓醇 酒用色彩一次排开 另外缤纷乳酪蛋糕 上层经营剔透是各色起司 有黑色比利时巧克力 紫色香槟葡萄 绿色的日式抹茶 意大利红酒 美国覆盘子 英国伯爵茶 台湾香柚 还有咖啡色的南美洲特产 东卡豆口味 松进嘴里立刻化开 和底层酥脆的法式饼干 创造出双重口感 特别为女生量身打造的 三寸小蛋糕 似乎怎么吃都不会胖 让这些姐姐妹妹 总是一口接一口 停不下来 吃完更是团购 一箱一箱的斑 这个是 就是这样小小的 对我们来讲会比较 不会说一次要吃太多 这样子对我们消化 或者是说 热量不会摄取的太多 我们常常会团购 我们先吃完以后 我们就会把这个讯息带回去 然后团购 大家可以提菜吗 吃下午茶 然后小小的又不会很大 送礼啊 或者是买给别人吃啊 因为每个口味都可以吃得到 然后大人小孩都 应该也会很喜欢吃 有了粉领族的加持 缤纷起司蛋糕 人气长红 网路上更是火速窜红 有网友吃过后形容 他是吃了眼睛会微笑的幸福 更让缤纷卤肉蛋糕 销售量稳坐 知名开卖网站的第一名 一天大概是 大概是一百多盒 网路上订单 所以一个月大概有将近三千多盒 三千到四千盒左右 现在师傅大概每天都是早上开始六点来上班 然后加班到晚上七八点左右 师傅天天加班 坚持纯手工制作的魔法起司 一天限量五十盒 进口澳洲起司用力搅拌均匀 散发浓浓奶香 坚持纯手工 减少气泡产生 口感才更绵密 再来用鸡蛋替香气加分 最后登场的秘密武器 是这个长得像八仙果的南美高级香料 东卡豆 以往专门用在法式高级甜点 刘嘉宏用在开创新口味上 用料不惜成本 这个东卡豆是南非进来的食材 它大概五百多公克 大概就要价台币三间七 那它在南非也是属于比较珍贵的食材 是因为被法国人发现 然后拿来当作食材 切碎的东卡豆 散发淡淡的杏仁味 混合优雅的重乳酪 不加一滴水和面粉 打造的起司蛋糕 浓郁香气全被锁在 这个直径不到四公分的法式饼干上 接着用双重热力催化香浓起司 两段式烤法是美味关键 开始上火200度 然后去焖烤它的表面 然后在十分钟之后 再换下火 去用蒸汽去焖烤 然后这样在八分钟就完成 它可能面会比较亮 然后比较平整 刚烤出来的乳酪蛋糕 放进冷藏 冰果更美味 口感扎实滑顺 东卡豆的神秘香气 让头一次吃到的人惊艳不已 那个东卡豆它有那种 有一个很香的杏仁的味道 对 那个气味很特殊 对对 我第一次吃到这种口味 口感很好 就是第一它有一点 就是我们没有尝过的味道 第二它有一点点苦 苦涩苦涩 但是吃起来 吃到水里面很绵密 所以味道很好 东卡豆浓郁回甘 日式抹茶则是鲜艳的草绿色 每一口吃进浓浓茶香 不甜不腻 粉紫色的香槟葡萄 有水果的香甜 跟红酒的香气 香槟葡萄的味道 就很特殊 因为一般的起司 很少有做那个酒的口味 它里面有那个葡萄干 那你还有一些内容物 所以吃起来 有一种惊奇感 就是有吃到东西的感觉 美味不举一种 隔水加热后的鲜奶油和鸡蛋 急速的搅和在一起 你浓我浓的在拍皮上谈恋爱 过了烤箱这一关 出来就是外皮酥脆 内心香甜可口的布雷派 它真的很香 很浓密 放在吃在嘴巴里面 又有那种滑顺的感觉 那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吃这个外皮 那外皮它真的很香 那你吃下去就觉得说很舒服 大小呢 如果说我们几个朋友来 大家share一下的话 那种感觉很棒 然后再配上咖啡 就很正点 一口咖啡一口布雷派 一口咖啡再来一口 充满卡士达的香满泡芙 吃得满足之余 再外带一份意犹未尽的 缤纷卤弱蛋糕 被网友形容是 吃了眼睛会微笑的幸福 一个月热销将近三千多盒 看一旁打包宅配的箱子 堆得好高好高 就知道小巧蛋糕魅力无限 深深掳获了粉领族的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